来重庆千万别做这十件事 1.千万不要买解放碑附近的金兮梅和乌梅 妥妥的智商碎水果 金兮梅就是人工水果 乌梅就是假冒的蹄子 2.不要相信红牙洞说带你走快速通道的人 红牙洞根本就没有快速通道 也不要门票钱 3.吃火锅 一定不要去那些网红店 不仅贵 而且不好吃 普通市井街道上的老牌火锅店 乌梅加连 4.不管是机场还是车站 一定要坐正规的出租车 主动上前拉客的都是黑车司机 假日建议乘坐轻轨 不堵车又便宜 5.不要再来服饰浪费太多的时间 来服饰只是一个大商场 拍照打卡逛一逛就好 6.南山一棵树在半山腰上 没有直达公交 只能打车 节假日也很容易堵 7.景区的小面又贵又不正宗 一定要找苍蝇馆子里面的小面 8.不要在瓷器喉里面买特产 瓷器喉也只适合拍照 好吃的东西很少 9.一般重庆人说的辣度 要比想象的高 准备好肠胃要 以防肠胃不适 10.如果在重庆不熟悉 千万不要尝试自驾游 重庆地形大家懂的都懂